风向雨越大,雨越贵 嗨,各位广东的朋友 大家好 两个两位,大家好 今天我是四周 你总分安放原位 明天此在遥远 世间正在转 Do you want to dance tonight? 为何大家让你注意表情关系 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喝各种各样的饮料 勇于尝鲜 有玩偶说蝉死吧 这个呢还是很香甜的口感 不是红花油 当地大家如果生活久 你可以发现它特别符合我们直播间 或者跟我们直播间那个不谋而合 我们的理念英雄所倦猎童 我们给大家说的什么 吃健康的食物 读丰富的图书 懂一点点道理 过好这一生 要在这个人生的关键环节下重煮 你在广东当地 你发现大家对吃是非常舍得掏钱 非常舍得投资的 所以他吃的好 身体就好 心情就好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在穿上其实很随意 所以大家看到包居婆那种感觉 对吧 人生最重要的是开心 穿个人字托 对吧 很随意的背心 短裤 然后平易近人 身家过异那种 然后走进早茶店 认真地吃一顿早餐 代表了广东人一种智慧 低点低点 不要碰到头 不要碰到头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人质疑 这背景是这样的 真的从桥底下过 光线折射在 波光淋淋的水面上 好像无数条 发着光的鱼 聚集在一起一样 然后如果你长时间 看着它 正正的发呆 有一种迷失感 但这种迷失感 让人感觉到很放松 风吹过来很舒服 偶尔夹着一些雨丝 如果你晚上来广州 在船上坐一圈 其实体验还挺好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听过一句话 因为正好前面有桥 有一话是这样 叫 我走过很多座 不同的桥 也看过 不同形状的云 也喝过 许多类型的酒 但 却只爱过一个 年纪正好的你 你会发现 江面上 如一个 锦段一样 如彩虹一样 显示出不同的色彩 其实雨天 也有雨天的魅力 因为雨天 云层很低 它会把建筑物的光 再返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 晚上的天比较亮 如果是晴天的话 这些光就散出去了 可能就没有 这么好看的景色了 我在想 我在想 如果晚上你坐在船上 然后跟你 特别喜欢 特别开心的人 手里拿点啤酒 或者你喜欢的 各种饮料都行 风 穿过你的耳边 然后呼呼作响 我上一次在江上坐船 还是在重庆 也是 就江风袭袭 然后你头发就被吹动 然后耳边呼呼声风 有的时候人的默契 是一瞬间拿成的 就比如 你可以不用多说话 带两个人一起 趴在这个栏杆上 就看着江面 看着波光灵灵 看着色彩变换 看着船只来往 看着潮起潮落 看着车水马龙 看着人来人往 瞬间也可以是永远 春雨贵如油 很开心给广州带来了 跟我们一起来的是 像水 水就是财 你看那树灯光 它打向云层 然后穿过层层的迷雾 云本来没有形状的 或者云本来没有层次的 因为有了光 云也有了层次 因为有了光 江面也有了颜色 因为有了光 城市也有了升级